大自然的讀者,大家好 我叫古思遥,今年76岁 不会像心灰意冷 一些人生乐趣都没有 或者现前放弃 既然如此,我需要把握的时间 多些工作 工作是什么意思? 工作就要抗争 继续抗争 是的 直到生命结束为止 人家通常说电疗、化疗非常辛苦 但是我的心态不紧要 就算是一定要咬牙关闯过去 谁知道做这个街电 我不觉得辛苦 因为特别是化疗 化疗是吊针的 除了一次过打针 六次 吊针是几天一次 一个礼拜一次 一个礼拜一次 一吊就吊两个小时 接下来的十月 8月多 医院通知我再复诊 复诊的意思是 做手术之前 是训练肌肉 放松收缩 放松收缩 做手术后 容易就 是的 你的困难就会少一点 百分百就不会后悔 只能够更加坚定信心 而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 極度无耻到这个阶段 但是共产党 是极权、战制、独裁的 他之所以就要牢牢掌握政权 他知道他有了权力 有了权就可以有一切 包括贪污、腐败、以贪谋、 谋私、为所欲为 想做什么呢 人民是没有权反对的 我生活自己要求 尽量简单清茶淡饭 总而言之我把握机会 希望对民事运动有多些贡献 我自己思考自己 以后所走的路 需不需要改变 在策略各方面 需不需要调整 都要思考 而且最近需要坚定的信心 抗争、坐牢、再抗争、再坐牢 旅败旅战、战死沙场、马甲过尸 一路坐到死在监仓为止 我儿子以前在郑州讀高铁 畢業了 讀完高铁了 因为我的问题是 中国政府不安排他的工作 所以现在他都埋怨 他都不想 連香港新闻证都不要了 因为他想做高铁 但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所以中国政府不安排他的工作 现在他唯有回到香港做工作 你要抗争又要顾及家 完全轻轻松松 抗争是不可能的 要非常ggi慎 凡事争取的 不一定会有结果 如果是有结果 就排队 排队 尖沙队争自做 很多东西困难重重 这才不一定有结果 抗争道路非常长 也不可以幻想到短短时间 能够自己争取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就会成功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且很多战友和同路人 因为个人的原因 家庭的原因种种 都会低调或者淡出或者移民 我尊重他们的选择 我要做一个社会运动的斗士 民主运动的勇士 第三 我要做民主人权的烈士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记得like subscribe 和按钟仔 支持我们支持真相 看到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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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